第六回 天外金球 惠斯里科幻故事 天外金球第六回 李安球監製 梁繼章編導 魏康原著 林普編劇 陳永生錄音 並且由李鶴芬 李在堂 簡偉安 車心梅 溫泉等聯合播演 天外金球第六回 現在開始 一切奇形古怪 難以解釋的事物 對我惠斯里來說 都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除非我沒有可能去解決 要不然 怎樣困難 我都要去嘗試研究一下它 當白素和我說 天外金球這件事 自然又引起了我的興趣 世間上 怎會有一個金屬的球 可以和人類在思想上交流 除非是有生命 我的想法說出來一定受人非疑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讓我自己親自去接觸 去了解 如果救運 我和白素就有機會 去見殺人 他們的最高領袖 按殺人說 見到他是一種極大的光榮 殺人用小型私家飛機 帶我們去北邊 位於山腳的一個小小的城鎮 在一座別墅裏面 我和白素就見到那位 世界文明的最高領袖 他是以僧侶形式地打扮 戴著一副黑框的眼鏡 看來他比我還年輕 但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神態 當我提出要借金球的要求 衛斯利先生 你對金球的看法是怎樣 不知道你想我說出我真正的看法 還是聽我敷衍地說 你儘管說 我是專攻佛學的 專攻佛學的人有一種好處 是可以容納其他任何 和佛教之意相反的說法 佛教是博大的、兼容的 我的看法有兩種 第一種是那個金球 根本不可能和人類思想交流 而幾百年來一直有這樣的傳說 只是你們的一種手法 衛斯利先生, 你太過分了 殺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不是, 衛斯利先生, 你完全錯了 以我個人的名譽保證 絕對不是什麼手段 我的確曾經和金球 作過思想上的交流 法治金球的思想 他曾經給我很多超特的啟示 你信不信我 我當然信你 那你第二種的看法又是怎樣 可不可以告訴我 當然可以, 我準備說的 我的第二個看法就是 這個金球是由天外飛來 可能是由另外一個星球到飛來 如果是, 那又怎樣 譬如說, 金球是另一個星球到的 高級生物放出來的一種儀器 這個儀器的目的是要探索地球之上 是不是有會思想的高級生物 當它從天而降的時候 剛好就落在神宮 於是, 天外金球就成為你們的寶物了 我仍然有點不明白 譬如說, 它又怎麼會跟人交流思想呢 我還有一個很大膽的假設 這個金球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精密的儀器 說不定, 它還接受我們不知道多遠的 無明星球之上的高級生物指揮 既然它的任務是探索地球之上 有沒有懂得思想的高級生物 那它一定會發出 跟地球生物老電波相近的電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所以, 當金球中的微電波 能夠跟我們的老電波產生感應之際 我們就跟金球作思想上的交流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沒錯, 我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 我們的意見 都沒有什麼分歧的地方 你是說 我們兩個人的見解 如果將些名詞換過 即是一樣 你說某個星球上的高級生物 我是說西天佛祖 你說金球降落地球的目的 是為了探索地球上 是不是有高級生物 我說金球 剛剛降落在我們的神宮 是佛祖給我們直接的啟示 因為我們的地區 一直是歸於我佛 是最虔誠的地方 我同意 但是, 為什麼現在 現在又不能在金球之內 得到任何啟示 是不是因為你遠離佛祖 我自問沒有 可能是我們離開了原地的關係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放出金球的某一種高級生物 曾經對金球作過一些條件 惠斯利先生 你這樣想 是 所以我請你給我這個金球研究一下 而我個人對這種事特別有興趣 你說的話 我覺得很歡喜 好 我答應你 不過這樣 我有兩個條件 好 你提出你的條件 第一 第一 你不准損壞金球 金球歸還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完整 第二 無論你研究的結果如何 你也要照實告訴我 這層當然 我一定遵照你的條件 好 殺人 是 去請西天佛祖座前的金球出來 交給惠斯利先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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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льber 我和白嫂可以化妝做你們的手下 是呀 讓他們以為兩位還留在裡面 事不宜遲 殺人先生, 你等我們一會兒 白嫂, 我們去化妝 好 兩位回到酒店就神不知鬼不覺 你們看報紙 什麼事?白嫂 殺人先生死了, 被人槍殺了 讓我看看 當然是為了他彈木槍 原來他出了大門 上車之後就被人用機關槍掃射 連那個彈木槍也被人搶走了 是呀, 殺人變成我們的替死鬼 如果我不是對金球有興趣 他就不會死 殺人, 很對不起 為甚麼我這樣也想不到 我太大意了, 我真的太大意了 算了…他們要逃亡 本來就是在生死邊緣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的行蹤有沒有被人發現 我們不能失去那個金球 這樣很對不起 是呀, 我們要盡快離開印度 那我們去哪兒 美國, 那兒我想會比較安全 而且要研究金球 那兒的科技或許會幫到我們 好, 我同意 但是, 為甚麼離開印度呢 當然要化妝 一讓他們發現你, 你就一身矮 為甚麼是我呢 你不記得了, 你是拿金球的主角 他們當然要向你賣手 這樣吧, 我們扮得好像很窮 甚麼都不要戴, 只是戴著那個金球 還要首先去印度其他地方 不可以直接在這裡飛去美國 我明白 他們一定會留意離開印度的中國人 我看, 你最好就扮個差婆 你還這麼幽默 你以為對方是善男順女嗎 我領教過了 如果再讓那個錢萬人看到我 他不租我便站起來了 對了, 那個錢萬人 以前真的是你爸爸的助手 是呀, 我爸爸以前在幫會之中 沒有人不服他的 就是那個錢萬人一個人 就這樣反抗他 這麼厲害? 他武功很好, 可以說是身懷絕技 跟你爸爸比呢 他不會比我爸爸低 你那次我一看見他的臉 以為可以偷襲他們 誰知被他一疊, 我就知道不是他的對手 那說法, 我們真的要小心 他們真的無處不在 沒辦法, 金球不借也借了 不過, 我不研究清楚, 我不會甘心 就去美國, 在那裡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個光學專家 可以幫我研究金球 誰朋友?我認識嗎? 認識, 黃鳳元 黃鳳元? 醉精密儀器廠的總工程師? 師弟, 白叔, 你們沒找錯人 亦沒找錯人, 亦沒找錯地方 黃鳳元, 沒找錯人, 我就同意 因為你是這裡最精密 最高級儀器廠的總工程師 對於科學研究 你的資格是無可懷疑的 但是地方就… 白叔, 我這間湖邊別墅 這麼大間, 只有我一個人住 我們不是來住的 好, 先聽我說 你們要研究的所謂金球 老實說, 這麼小事 最好是自己動手 你不幫我? 不是不幫, 只要有儀器 你和白叔, 難道搞不定嗎? 我這間別墅的地下室 就是一間設備完善的研究室 什麼儀器都有 所以我說你們沒找錯地方就是這樣 我還以為你會幫我 大件事就說而已 這麼小事也搞不定? 這樣吧, 要不就解開金球來研究一下 不行…不可以解開金球的 沒錯 這樣嗎? 那不是用透視金屬內部的X射機 看看裡面嗎? 而且我也要上班的嘛 這倒是 在我這裡做研究工作是最好不過的 沒有人騷擾 又可以在這裡爬艇、釣魚 或者在這裡渡蜜魚也行 這層你放心 我們沒有你思想這麼先進 對了, 黃鳳元, 先聲明 我不想我們來研究金球的事給人知道 我會跟誰說呢? 你不明白了, 黃鳳元 那隻金球我們是向人借來研究的 而且關係更大 如果有什麼損壞或者不見了 我們擔當不起的 什麼金球這麼厲害? 怎麼會貴?真是黃金主的? 如果真是黃金的, 值得多少錢? 那不是又叫金球? 這方是天外非利的嗎? 沒錯, 這個的確是由天外非利的金球 你想不想知道他的來歷? 是嗎?又有這樣的事嗎? 說來聽聽 這件事最好由白嫂說 是他深入神秘地區拿出來的 好, 白嫂, 去吧, 去給我吧 來吧 吃些三文治吧 怎麼樣?還是沒有進展嗎? 沒有, 只是發現製成金球的金屬 在地球上從來沒發現過 那些金屬不屬於地球 這點我早就懷疑了 沒理由這麼大的金球會這麼輕 你說金球是來自第二個星球 比你說對了 是呀, 那裡面有什麼才行 你沒有用透視金屬的X射機照過嗎 怎麼會沒有 沒有, 你真的想像不到 那種金屬連特種的X射線都透不過 那就是沒辦法知道裡面有什麼 我無論如何都認為 整個金球不過是一個外殼 在金球裡面應該有什麼儀器在裡面 怎麼放儀器進去 那個金球沒有接口 又沒有看過的痕跡 那究竟金球裡面有什麼 喂, 既然你到了 無論如何都要黃鳳元幫忙 我也是這個意思 或者她的工廠有些儀器 是可以探測到金球 等黃鳳元回來再說吧 來…先吃些三文治 不如帶上艇去吃吧 我打算去爬艇釣魚 好, 在這裡除了爬艇釣魚之外 還有什麼好做呢 我上面去拿點飲品吧 我打電話通知黃鳳元吧 威斯尼, 我就想過了 要知道金球裡面有沒有東西呢 唯有嘗試用這件事 用這條金幼的鐵線, 這樣就行了 你不要小看它, 我向工廠借的 要借這件事 我要向工廠董事會說要批准才行 黃鳳源, 到底是甚麼 用它就可以檢查金球內部了嗎 我想可以 可以, 白蘇, 這支是超小型的電視攝像館 又叫做雷射光束反應攝像儀 我只要在金球轉一個洞 把攝像館伸進去 金球內部的情形就完全展示在電視上 不行…我們答應過人不可以損壞金球 沒錯, 黃鳳源, 不可以在金球轉一個洞 我只是轉一個很小很小的洞 直徑只是七十分之一公分 金球的表面這麼光滑 就算你轉一個直徑只有百分之一公分 這麼小的洞一樣會被人發現 白蘇, 事後我可以補回它 不會有人發現的 黃鳳源, 我承認你是一個很好的工程師 但我認為你沒辦法補回洞 為甚麼不可以呢 很簡單, 你找甚麼來補回洞 我們連金球用甚麼金屬鑄造都不知道 你去哪兒找同類的金屬來補回洞 維斯利, 為甚麼你連一些現代工業的觀點都沒有 洞小到幾乎看不見 你們以為我要開甚麼洞? 老實說, 要看到裡面除了這個辦法之外 沒有其他辦法 這倒是 你沒理由同意這樣做 我知道, 但除了這個辦法 試問還有甚麼辦法? 白蘇, 為甚麼你不相信我? 你知不知道這樣我們會失信於人? 怎麼會呢?我可以把這個金球補成天衣無縫 你放心吧 如果你這麼有信心, 那… 白蘇, 不妨讓他試試看 你為了好奇心, 甚麼後果都不管 我只是想找出真相 但你也知道金球對人有多重要 那個金球不是我們的 是… 我知道… 白蘇, 你放心吧 我出這種主意, 自然有信心補回好他 我知道我怎麼說也沒用 你這兩個人真是不可理喻 總之一聽後說我不負責 金球是我開口借的, 讓我負責吧 你又說得好聽 其實你憑甚麼負責 你管這個金球可以用錢買到的嗎 白蘇, 白蘇這麼生氣… 沒事的, 下了口氣甚麼事都沒有 動手吧 我知道你一定會同意的 好, 第一, 我們要先轉個洞 怎麼會這樣, 甚麼事 不用怕, 等一會兒 看看, 現在清楚了 金球內部就是這樣了 黃鳳元, 你說像不像圖案嗎 好像蜂巢一樣, 一個個都是六角形的 怎麼會是蜂巢 白蘇你, 我肯定的操作是很正常的 金球內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裡面沒有東西, 只是個殼裡面好像蜂巢一樣 怎麼會 裡面沒理由甚麼都沒有 儀器真的沒有壞 沒有, 儀器顯示 每一個六角形大小相同 每一邊是零點三公里 那蜂巢很小 為甚麼不放大一點, 你來看看 是呀, 你說得對, 白蘇 好, 我再放大一點 現在已經放大了幾千倍 黃鳳元, 你看看 甚麼 看不看, 不是沒有東西 有很多東西, 看不看 一堆堆好像牛屎那樣的東西 上面有一條管, 你看 四處通去的 是呀, 是通去另一個六角形 每一個六角形都有這樣的管 是甚麼 看來是那個摩登蜂巢 那些管幾次是蜂巢裡面的交通孔道 你也說是嗎 整斷那條管, 看看就知道了 是呀, 黃鳳元, 整斷它看看 或者裡面真的有東西 白蘇 已經轉開了一個洞 要不就不要研究 要研究就要徹底 是呀, 這才是科學觀點 甚麼是科學觀點 就像白蘇說的 那就是做一件事, 在未徹底做好之前 一定不能停止 好, 我想辦法弄斷其中一條管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維斯利, 你反不反對? 我為甚麼要反對? 我為甚麼要反對? 維斯利科幻故事 天外金球第六回 現在已經播放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